建设了一座塔 但是这件事却引来了太空中八颗外国卫星的密集探测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今天明明就带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吧 当时航空周氏剧组在戈壁滩上 为了表现出当年的建造原子弹的过程 按照1964年国家在罗布坡上放置原子弹的100米铁塔原型 又做了一个比例小一些的装置铁塔 再加上剧组当时各种的人员和军运车辆 真实在线建造核试验场的模样 可正当陈国新要大干一场的时候 他被总参的领导叫去了谈话 领导对陈国新说 陈导演 你们拍摄的这个动静太大了 地面完全像在搞核试验 人家以为我们又要重新启动核试验了 你看这样 你们能不能发一个正式的消息在国家报纸上 证明你们在这个地区在拍这样一部故事电影 而不是在做核试验 我们正在热火朝天的拍的时候 他们总参的领导来探班 这个监测卫星从两颗到达了七八颗 我当时都 我说我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这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卫星监测 国外的 原来 外国的相关部门对于陈国新在戈壁滩上的建设 发生了误会 让国外的巡航卫星注意到了中国这个地区的动作 误认为 中国又要重启核试验的研究 因此 一般情况下 太空中此地区的国外巡航卫星 只有一到两个 可是拍电影期间 这一地区头顶上方的国外卫星 竟然达到了七八颗之多 等到陈国新在报纸上刊登了他们要拍电影的消息 卫星数量才少了许多 冯小刚的御用摄影师 竟然是从陈国新身边拐来的 喵粉们可能都不知道吧 这部电影的摄影师 就是冯小刚的御用摄影师张黎 而且 他也就是因为这部电影 才成为冯小刚的御用摄影的 陈国新导演在采访中说 张黎是一个非常阔气的摄影师 到底怎么阔气呢 喵粉们是不是已经迫不及待了呢 那么喵就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吧 陈国新导演说 剧组刚开始转战沙漠的时候 张黎导演的设备就出动了五架包机 从南远机场一直飞到满兰基地 当时的军队帮忙转移物资 但是当部队司令到达转移现场之后 他惊呆了 他以为拍个电影五六车怎么也拉完了 但是部队硬生生从白天一直拉到夜里 拉了五十个卡车 而且各种各样的灯 让陈国新的心简直在颤抖 不过 秉着当摄影师的骗子不是好导演的想法 张黎从白天说到了夜里 但设备贵还是有贵的道理 在横空出世 科学家刚到基地运转设备的戏中 大风暴的镜头 里面的风并不是自然风 而是张黎带来的大风扇吹出来的风 而他的大风扇启动 就得需要一个供电车 曾国新在采访中也开玩笑说 镜子里的沙子石头非之不易呀 李雪剑为拍横空出世没减肥而感到耻辱 李雪剑老师 作为中国荣誉最多的演员 这一生都在为拍横空出世没有减肥而自责 他一直在讲 如果当时再瘦一点就好了 因为当时马兰基地的历史背景正是我国大饥荒时期 而张云玉将军在那个时期存在的资料上 一直都是黑兽黑兽的模样 他那个时候很胖 他觉得他自己没有做好 他疏忽了 这也是他这一生最遗憾的事 还有就是在拍摄 李雪剑带领战士们打哈亨基地的那场戏时 美国刚刚轰炸了我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 而他们就是在知道这个消息的早上拍摄了这个画面 李雪剑后来在采访中也提到了 当时整个剧组的人已经夯得不是地了 而是想象地上是一个个敌人 他们用尽最大力气砸出了民族气节 也砸出了那个年代属于中国人的精气神 1999年 电影《横空出世》 第一次全景式地展现了我国第一个原子弹试验的全过程 而陈国兴导演也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屈服于外力压迫的中国 好了 喵咱们还知道哪些奇奇怪怪的电影幕后故事呢 下期我们再接着聊哦 喵